海岸边狂风大作 超前巨浪不停冲击岸边 激起的浪花甚至冲上平台 两名钓客没穿救生衣继续顶着大风站在时间上钓鱼 下一秒风狗浪袭来 钓客赶紧往后跑还是来不及 瞬间被三层楼高的巨浪吞噬 其中一位钓客被海水冲倒 另一位则站在原地 但刚经历生死一瞬间逃过一劫的两名钓客 立刻打消钓鱼念头退到小波块旁 惊险场景发生在基隆的南亚海岸边 由于当地海底地情崎岖岸较多 且海流复杂 这几天东北季风强劲 风狗浪来得又快又猛 海岸旁特别设立了警示公告 要求进入海岸的人员都要穿上救生衣级防滑鞋 否则很容易被大浪卷入海中 冒这种风险 让人员在落海 只是为了休闲的钓鱼 甘愿把命搭上去 这不值得啊 钓鱼达人则建议钓客一定要穿好防护配备 一定要穿这个救生衣级跟冰雪这个配备 没有这个装备 一定不要出去冒雪 到海岸钓鱼一定要做好万全准备 两位钓客没被风狗浪卷入海中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者朱天荣 张志仁 吉隆报导 给集团 不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